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寫作時,我抬頭望向窗外 可以見到花園中對放著類似恐龍竹跡的化石 上面的竹跡非常清晰 我從耶魯大學的皮博迪博物館買來這些恐龍竹跡的化石 裡面還送了一份說明書 說這些竹跡是一億八千萬年前的遠古時代流下來的遺跡 當然,沒有人想過更改這些竹跡 我們不可以為不可以改變的事實而自尋苦惱 很多人卻喜歡從這種事情 但是,以前所發生的事情已經成為無法更改的歷史 如果想讓過去的錯誤對外地的人生產生建構性的影響 只可以冷靜地分析發生這些錯誤的根源所在 而且從中獲取經驗 我知道這是有效的方法 然而我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做到嗎? 回答問題前 我先說說幾年前我的一次獨特經歷 我曾經丟掉了三十多萬美元的財富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我開辦了一個頗具規模的成人教育班 還在一些城市裡設立了分支機構 在組織和宣傳經費上我投入了不少 由於受課的工作繁忙 我沒有時間過問公司的財務問題 當時我都沒有意識到聘請財務專家為我理財 結果一年之後我發現 儘管我的公司日進糾金 但卻沒有一分前的收益 發現了問題之後 我應該立即做兩件事 首先好像科學家喬治華盛頓卡佛爾所做那樣 他在銀行倒閉後損失了五萬元的存款 那些是他的所有積蓄 但當有人問他是不是身無紛紋的時候 他就說 是呀我都聽說過 然後他仍然專心地教書 他忘記了這件事再沒有提起過 其次我應該仔細分析自己所犯下的錯誤 以便從中吸取教訓 但是這兩件事我都沒有做到 反而陷入深深的懊悔和苦怒之中 我迷惘地度過了幾個月的時光 難以入眠體重就減 我不但未可以從上次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反而犯下同樣的錯誤 我知道承認自己的愚蠢的確是很收家 但是我很早就發現 開導二十個人去做某一件事 比開導自己去做某件事更容易得多 保羅·布蘭德威曾經是艾倫·桑德斯的高中老師 我希望自己也有在紐約 喬治華盛頓高中讀書的經歷 聆聽保羅·布蘭德威的教導 喬德斯先生告訴我 擔任過他生理衛生課的老師 保羅·布蘭·布蘭德威博士 曾經給他上過最有價值的一課 那時我只有十幾歲 但是我已經養成了很多事情憂慮的習慣 我經常為自己所犯過的錯誤苦惱 考試完畢之後 我晚上沒辦法入睡 咬著自己的手指憂心忡忡 擔心考試不合格 我總是回憶自己做過的事情 後悔如果當初不是這樣做就好了 我總是回想自己說過的話 希望當時說得更好就好了 那天早上 全班同學都到了科學實驗室 布蘭德威博士把一瓶牛奶放在桌上 我們都坐在那裡看著那瓶牛奶 不知道他和布蘭德威教授的生理課有什麼關係 接著我們見到保羅·布蘭德威站起來 突然把那瓶牛奶打回到水槽裡 然後大聲說 不要為打回的牛奶而傷心 然後他讓我們都去到水槽邊看看那些四散的牛奶 他說 好好看看 我希望你們一生都可以記住 那瓶牛奶已經打回了 它都流散了 無論我們怎樣著急 都不可以再撈回一滴 但是只要事先小心一點 那瓶牛奶就可以保住 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此刻我們所可以做的 就是將它完全忘記做好下一件事 布蘭威德博士的這次表演 在之後的很長時間裡都讓我念念不忘 甚至讓我學到的幾何和拉丁文的記憶更深 其實他在現實生活中給我的教育 比我在書中所學到的知識更多 他讓我知道 如果可能 就不要打回牛奶 萬一牛奶被打回了 就要將這件事 忘記得一乾二淨 不少讀者或認為 浪費時間 說這句老說話 不要為打回牛奶而傷心 不多不少都有點無聊 我知道這句格言也很平常 但是它是很多年以來 人們在生活中形成 而且總結的智慧 是人類思想的癥結 是世代相傳下來的生活經驗 在歷代偉大學者寫過的關於憂慮的書籍中 你也難以發現有比 不要為打回牛奶而傷心更深邃的針言 如果我們可以按照這句話去做 不要小脆它的意義 你們就無需再讀這一節了 這一節沒有為你提供新觀點 而是提醒你已經明白的道理 鼓勵你在生活中加以合理運用 我敬佩已故的佛雷德福勒夏德 他有一種古老的哲理 淺述得既新鮮又生動的天賦 他擔任過一間報刊的編輯 在一次大學的演講時 他問大家 曾經鋸過木頭的人請舉手 大多數的學生都舉起了手 然後他又問 你們當中曾經有幾多人鋸過木舌? 這個時候沒有人舉手 他說 是啊 你們不可能去鋸木舌 因為那些已經是被鋸過了 過去的事也是這樣 當你為那些已經做過的事擔心的時候 你好比就是在鋸木舌 棒球明星康尼邁克 在他81歲的時候 我採訪過他 問他有沒有為書波而憂慮過 他說 有過 有過 我以前經常是這樣 不過很多年之前 我就不做這種蠢事了 這樣做對我一點好處都沒有 磨完的粉 不可以再磨是吧 水一早已經把他們沖到下面了 磨完的粉不可以再磨 鋸碎的木舌也沒有必要再去鋸 有一次過感恩節 我和傑克大普西一起共進晚餐 我們邊聊邊吃火雞和果醬 他對我說述了他在重量級拳王爭霸賽中輸給欺妮 這次極大打擊了他的自尊心 在拳賽中 我突然發現我不行了 幾乎好像個老家伙一樣 第十回合結束的時候 雖然我還可以勉強站在那裡 但也只能做到這一點 我臉腫得非常之厲害 全身都是傷 對眼十分難受 裁判舉起了吉恩希尼的手 宣告他獲得這場勝利 我不再是世界拳王了 我在雨中穿過永濟的人群 走向更衣室的時候 一些人過來想和我握手 一些人眼裡含著熱淚 一年之後 我再一次和希尼打一場比賽 結果又輸了 我的拳擊生涯就切結束了 完全不去想這件事情 的確是很困難 但是我和自己說 我不想永遠都為這件事情難過 或者是為了打回牛奶而傷心 雖然這樣對我來說是個打擊 但是我不會永遠被他打倒 傑克大普世的確做到了 他是怎樣做到的呢? 他沒有一味這樣和自己說 哦,我不可以為此而苦惱 如果是這樣做 只會增加他回想往事的煩惱 他完全接受這一切 忘記發生過的失敗 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未來的計劃上 他在白老匯的街區開了一間 傑克大普世餐廳 又在第57大街開了一間旅館 他安排拳擊比賽 而且舉辦拳擊展覽會 他用這些建設性的事務 讓自己忙過不停 令到他再沒有時間和心思 為過去的事情憂慮 傑克大普世說 在這十年裡 我的生活比做世界拳王的時候 還要豐富得多 大普世先生說 他沒有讀過多少書 但是他卻無意中按照 沙士比亞的中谷去做 智慧的人 永遠不去為失敗而悲嘆 他會很愉快地尋找減輕損失的奇計妙方 我閱讀了大量的歷史和傳記書籍 發現很多人物身處逆境的時候 卻可以克服人生的困難和心中的苦痛 他們讓我驚嘆 他們能夠坦然忘掉憂慮和不幸 繼續過著快樂的日子 有一次我去探訪監獄 令我意外的是 那裡的囚犯大多數看起來 和外面的人沒有分別 顯得比較快樂 我見到獄長劉逆思路逆士的時候 向他提起這件事 他跟我說 這些罪犯最初來到監獄的時候 全部都心懷仇恨、脾氣暴躁 但是幾個月之後 大多數人都可以比較理智地面對這件事 接受已經坐牢這個事實 內心變得很平靜 就盡量過得開心一點 監獄裡有一個犯人 主動承擔了懸毅的工作 他在監獄圍牆裡 一邊種花種菜 一邊還唱著歌 所以 沒必要為過去痛哭流體 當然 我們會為了錯誤和荒唐的事後悔 但是這樣毫無用處 誰沒有過失 就算是偉大的拿破崙 也在重大的戰役裡輸過 即使我們用一生的精力 也不可能更改過去的事情 謝謝媽